才12岁就伤透了母亲的心 这是台中的陈小弟 一个月当了两次小偷 上一次妈妈不让她买单车 她去偷 这一次妈妈不让她买机车 她又去偷 越来越离谱 母亲生气心寒又心疼 打算效法孟母三千 她要为了儿子搬家 小巷子里这部机车在深夜里奔驰 骑士骑得飞快 不快不行 因为这台机车是刚刚才偷来的 路上捡到一把钥匙 每一台机车都打开 打开看看能不能开 结果这台是 也是可能比较旧的 那个手头随便一打就开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同伙的有三人 一人骑单车 另外两人骑身到手的机车 匆匆逃逸 其中这一名才12岁的陈姓南童 坐在后座 已经是第二次当小偷了 再度漏网 南童的妈妈赶来派出所 又气又心寒 当然是很生气啊 想打小朋友啊 但是我们一直阻止她 不要在这里不要打 有气到哭吗 哭是没有说哭出来啊 但是是很伤心 说准备要换个环境 当母亲的对儿子好失望 因为上个月22号 因为妈妈不给买 陈姓南童才偷了一部单车背带 这个月25号 南童又和同伙偷了机车 两次都有她 而且相隔仅仅一个月 上次是没钱买 对对对 那这一次是纯粹好玩 纯粹好玩 她说这样拉风啊 和陈小弟弟同伙的一共有七人 全部都是未成年 担心一错再错 妈妈气得打算要搬家 人生流向五点 也伤透了母亲的心 中央陈思源徐毅林台中采访某道